怒喊口号手举标语的人群 从地面一路站到围墙上 这群示威者在当地时间20号凌晨 聚集在瑞典驻巴格达大使馆外头抗议 行动迅速升级为突袭使馆 示威者闯入使馆纵火 只见其中一扇窗户窜出火光 他们声称这场行动是呼应知名实业派教士萨德的号召 为的是抗议瑞典又批准焚烧可兰金的示威活动 反伊斯兰教示威者20号现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伊拉克大使馆 警方架起巨马将他们和群众隔离 除了拍摄的媒体还有一些不满他们的群众隔着巨马叫嚣 在紧张的气氛中示威者只拿出一本声称是可兰金的书 对着书本一阵乱踢后就离开 没有如预告般烧书 发起这次示威的伊拉克移民莫米卡 六月底就曾发动焚烧可兰金示威 一口气触怒伊拉克 土耳其 阿联等多个伊斯兰国家 如今伊拉克宣布驱逐瑞典大使 召回驻瑞典代办 更警告如果瑞典再出现焚烧可兰金的行动 就要和瑞典断交 黎巴嫩真主党也呼吁其他伊斯兰国家跟进 整起事件从宗教问题演变成巨大外交风暴 冲击瑞典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华世新闻陈刚 却送一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